日本德国和意大利这三个国家,是二战的发起国,造成了人类历史上以来最大的一次伤害,纵观人类历史,最大规模的一次战争便是二战,人口大量的死亡,耗费的金钱更是不计其数,一共有六十几个国家参战,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中,怎么可能很快恢复人口呢? 仔细回顾一下日本历史,在战争爆发的时候,日本要求的是人口达到一个亿,女孩子的结婚年龄改为13岁,鼓励女孩子达到年龄便结婚,这也能看出日本人为了增加人口,死伤人数达到十几亿,日本在二战中战败,对于日本来说损失最大的就是人口。 在那段历史中,大家最痛恨哪个国家,毫无疑问就是日本,有趣的是,日本因为战争,将自己的国家搞成了一锅粥,因为青年男子基本全被招去当兵了,在二战之中,日本人口急剧锐减,这不仅是此国的特有现象,严格的说起来,每个国家都是如此,只不过对于日本来说,这一切都是他咎由自取。 战争结束后,人口恢复最快的还是日本,真的是毫无底线,有西方的国家评论,他们这种行为是对人权的蔑视,讽刺的是战争结束后,日本曾还出现婴儿潮,试问在这样的历史环境之下,日本在战争结束后人口恢复的怎么会不快,人家早就有准备了。 纵观日本历史,女人似乎一直只是一个工具,早在宋朝期间,他们派女子来改良基因,战争时期又忽悠女子参军,或者去专门服务于男兵,即使是最为普通的女子,他们也想方设法让她多生孩子。 小伙伴你们对日本这样的行为怎么看呢?